《神秘之日》第三節,今天的主題是《欺負人》 剛才提到原作者托金有《雷近雨殘片》的身世 有一個影響他最大的人,與神秘學完全無關 但我覺得很值得看一看 這個人的傳奇之處是甚麼呢? 這個人的名字叫Joseph Wright 大家不需要記名字,但他的遭遇可以作為大家借鏡 這個就是托金進入牛津大學的時候 對他影響了其中一個最大的人 這個人的專長是研究中歐或北歐的古語言 他的出生是甚麼呢? 他出生是一個一出生在礦場工作的人 他到十五歲之前,一出生在礦場的年紀是七歲 無論如何是其他童工 童工到十五歲 到十五歲之前,他仍然是文盲 一種字都不懂 但有一天,他見到他身邊比抗工的童工 懂得看報紙 他覺得很妒忌 為甚麼人認識,我不認識呢? 於是便開始自學看書 他發展到這個興趣之後 便一快幫我收拾 竟然連英文都懂得 連其他文都開始去學 這麼厲害? 他之所以能夠這樣做 因為他除了做礦工的工作時間之外 剩下的時間,都用來看書 他睡的時間只是三個小時 我想這件事,今時今日大家都不要學 只睡三個小時 是落礦坑 做完事之後,然後再回來 還要自己學習 結果在這個情況下 他竟然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除了自己學識之外 還可以公余的時候開學校 去教一些程度比他低的人 因為這樣就賺了少許錢 金額是40英鎊 一個月嗎? 不是,儲蓄了 儲蓄了這筆錢 當時也很厲害 我想這個銀碼 大概是今天的十多二十萬 你說多不多,少不少 但這個足以令他們 可以暫時辭了一份工 由英國去德國 但也沒有鋁費 對,他乘搭完船之後 是逃步去的 走去的 一個地方叫做 哈德伯 這個其實在歐洲 除了葛廷勤之外 還有一間最著名的大學 就是因為他的年份相當久遠 在歐洲來說 在歐洲是一個相當著名的大學 在那裏讀一個博士的學位 而勁到他這樣都可以讓他完成整個博士的學位 完成了之後 之後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回到英國 他竟然被牛津大學 收了他 做教授 這麼厲害? 這個歷史 其實在當時來說 大家今天聽到 就覺得似乎沒有什麼感覺 但在當時來說 可以說奇蹟 中的奇蹟 為什麼呢? 現在不是純粹他的能力問題 而在當時 英國維多利亞的年代 他這種階級的出身 文盟的抗工出身 是沒有可能進入社會裡 但是這樣讓他進入 而且做到正教授 這個遭遇 其實跟剛才我們說的 《語茶》是什麼遭遇呢? 可以說 阿托金一聽到之後 就完全擺服了 自此以後 就專注看他的書 以及以他為榜樣 以當時來說 這是一個奇蹟 奇蹟中的奇蹟 對,奇蹟 至於阿托金這個人 他能夠寫到這些東西 其實有點奇怪 奇怪的地方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 他當然有很大的努力 他有很大的努力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專長 跟我們今天在英國文學讀 已經有很大的不同 他的專長是中古的英語 甚至是古代的英語 但是這些應該不是那麼容易學得到的 幾圖就知道一點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你完全不熟悉英國文學的話 你以為像我們看沙士比亞 或者看迪根斯 其實完全不是那回事 當時他們要看原文 即是不經過翻譯 不經過白話的解說 是等於我們看甲骨文 是的 是完全那種東西 你跟我們五四 你完全 你等於看另一種語文 古文 他們叫古文 但實際上 他的名字叫Anglo Saxon 但是跟我們看這個甲骨文 不忘多養 是經過特殊的訓練 我想今天讀英國文學的學生 基本上已經沒有這種訓練 我自己也沒有 因為當年我們進去大學 我們讀所謂的古代英文 或者古代中古的英國文學 基本上我們全部靠翻譯 等於我們看《西遊記》 或者我們看《紅樓夢》 我們看白話的翻譯 而不是看原文 我們已經沒有這種能力 教授自己也沒有 我很肯定 所以他這句 在當時來說 還有 但還是少數 但到了近代 已經是絕無僅有 所以 在這種情況下 要寫得 好像他這種 自己去做 一種語文出來 或者自己做一個原生的世界 我想今天 這方面的訓練是少的 可以學的 有一個大學 現在開了這些語言科 就是因為這本小說 加上《Star Trek》 即是外星畫 外星有語巾的創造畫 所以阿凡達的語言 就是這樣創造出來 但那個專業在語言科 不在文學方面 聲學 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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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必須補充 其實現在正統的文學界 即我們讀英文的文學界 對這本書的文字上的評價 不是十分之高 原因是覺得文字方面的造詞 不是達到藝術方面的高峰水平 但這個不可以爭辯 為什麼呢? 他真的不是咖喱飯 他主要讀 有些類似我們所說的 我們中文所說的 叫做《訓鼓》 《訓鼓》的字我寫出來 現在又是 在中文裡面 又是一個專業 這個專業的意思是什麼呢? 你專門看古文字 古代的語法 裡面跟當時的歷史 有一個什麼關係 就不是用一個文學的角度去看 他好還是不好 就看到他古時的思維 對 這個在學術上 大家覺得很膚躁 這些東西跟神秘學有什麼關係 但重要的地方是什麼呢? 其中一個專業就是這個 的詩 《Bellwulf》 《Bellwulf》 講《戰士》的故事 《屠龍》的故事 我們在讀文學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不是讀原文 因為都沒有這個條件 裡面的文字就是 類似我們看隔骨文 但這個人是很熟悉的 他是專家 奇怪在什麼地方呢? 奇怪就是 他似乎有一種先天對古代文學 一種很大的投入感 以及理解 好笑的地方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 這個《Bellwulf》 大家不要覺得很難 因為這個原因 大家可以理解 因為我最初不知道 但我想完後發現 其實這個就是八世紀的哥斯拉 真的是哥斯拉 因為她是說 有個戰士 劏了龍 殺死了她的兒子 之後再劏了媽媽 兩條都是龍 媽媽不是龍 不是怪獸 媽媽是在山洞裡的一個水怪 但是她專門跟人類的交合 來生她的兒子 但她的兒子生得最好的就是一條龍 其他那些變成K型胎 其實這些中古的詩歌裡面有些文獻 這是神話故事 這些詩我不會看 但是有圖畫 這些可能是後來傳下來的 但Talking的專長 就是專門看這些第一首的文 這是一個很經典的古文學 所以你看到有些怪獸 金龍 但你不用怕 有一段時間 如果故事解密白燒給你聽 其實你當作歌師奶不可以看 是 自己 奇怪的地方是甚麼呢 奇怪的地方是當時她還未寫書 但她已經有一種能力 就是她的聲音會變 還有就是可以… 你說托金的自己 就是她可以上課的時候 去唸這首詩出來 如果你說像普通一個正常的教授 其實根本吸引不了學生 大家會覺得很悶 但奇怪的地方就是 她當時用一種很奇怪的方法 投入到這個詩之後 令到周圍的人聽 好像回到原本的世界 即是上身 即是上身人 那就像神必知事 還有甚麼呢 就是她上身到 當時未有戲 甚至未有動畫 就是一個人形容的是甚麼 就是她聽她去唸這首詩 或者去朗重這首詩的時候 那個人不是她的聲音 那個人的聲音是誰呢 她覺得應該就是Gandalf 就是那個… 這個 這個 大家現在有即可尋 因為如果是英國文學 說這件事的人 是一個很著名的詩人 因為她教了其中一個學生 後來做了詩人 這個就是W.H. Orton 大家如果不善亡的話 有套戲 其實是以她的詩為題材 不知是一個喪禮與四個婚禮 Hill Grudge 就是結婚的時候 結婚的時候 結婚的時候就是她 就是她的 所以看過很多東西 其實有淵源與關係 她就說 她當年在牛津的時候 聽她去講講講課 講課 當她講這首詩的時候 她覺得那把聲音 其實就是Gandalf 這個就是她的感染力 如果她這樣說 托金 她本身也是很了解白魔術 跟Gandalf 都一樣 這個我不敢說 因為現在寫她的傳記 其實沒有太多人說這件事 但是如果她寫得出這些東西 或者她有這種能力 她應該對這些東西 有些先天的感受 先天的感受 意思是她不一定要讀書 但是她的能力 就是她一看到這些東西 她可以進入世界 所以她其中一個專長是怎樣 她基本上對這些 在北歐上的所謂的史詩 神話史詩 她是熟得很厲害的 包括什麼 包括冰島 芬蘭等 全部史詩 全部都是專家 那些是神話源頭 就是歐洲神話的源頭 歐洲神話的源頭 她不只是英國 甚至不是所謂威爾士 愛爾蘭那些 如果你是北歐那些 如果你是北歐那些 她是很熟 她熟悉的原因 就不是純粹她自己努力 為什麼呢 聽說她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她也不算是影響勤力 特別是她不喜歡 她不太讀 但如果她喜歡的東西 基本上她很快上手 特別是一些什麼 即是陌生的語言 這個在中文來說 有一個很著名的教授 譬如今日的姚宗兒教授 或者已故的陳仁確教授 但是我猜跟她相比 都可能還差一段距離 她唯一一件事 我想她不懂的 就是中文 或者日文 不知道的 那件事 我想對這個文化來說 是相當困難的 是 我覺得她最主要 對於原本的語言 那種捕捉的母筋 乳筋的能力 是相當強的 而且她找到一個系統出來 這是可以讀的 但你讀之餘的 我想她也有些煞滿獎勞的能力 是感應到 我懷疑她是有些感應 其實如果你說一個學者 要其中一番穿牆 在今天的條件下 都可以說是花上北生的精力 但她就很快 其實她升教授是升得很快 當然有些原因 可能跟第一次大陸戰後 英國學術界的改變 但她升職是升得很快 很快就做正教授 你找她的資料 會不會跟她剛才提及的教授 Joseph White Wright有關係呢 她受了影響 會不會是因為那個教授 也有這種能力 我覺得是有天才 你想想 一天做十幾個小時後 然後不睡覺 然後做了幾個小時後讀書 你不要說那個年代 現在這個年代 就算你做辦公室 你不是下礦場 你也會借 又或者 因為我對這個很有興趣 但我不瞭解這個教授 但可能最關鍵是因為她是一個礦工 就下了地下吧 因為她是一個礦工的恩友 例如你剛才說的Bear Wolf 或者這個蝦比仁的故事 你要看那個蟻族的人 他們都是在岩月裏面製造他們的王國 Bear Wolf 那個女的妖神 你可以說那個女的妖神 就是在一個中土的深山裏面 你會找一些人類的男人 去找她的那種精子 然後製造她的兒子 後來製造一條金龍出來 製造一條你所謂的哥斯拉 這也是跟古代歐洲的岩洞裡面 引起了另一種古文化有關 我覺得這樣未必跟那個人的礦工有關 但因為這個洞穴文化 在歐洲其實是很接近於他們自己的信仰 表面上是基督教 但如果你落到英國的鄉間 其實他們有很多這些東西 那些已經潛延默化了 我想不需要讀 但一旦如果你掌握到那個學術系統 你就會把這個網絡建造 能夠看到中間的關係 我覺得整個原因是 他們已經有這些東西 因為如果在鄉間生長 你已經有這些東西 問題就是 你沒有一個學術的基礎 你不能夠把不同的關係連繫上來 他有這種能力之後 其實對他來說很容易 這個台長 你記得之前 《神秘之夜》有說過 用動物來做占卜的文化 那是基督教之前 已經很早在意大利 現在很多人都找到出來的古文明 加上 Dan Barn說的Inferno 所謂地下的神曲 所謂地下的王族 基本上都是在說這件事 所以剛才我們說的 為什麼對他的書 神話系統最重要呢 因為他一旦掌握了整個語言系統 以及神話之間的關係 舉個例子 例如他又熟悉這個神話 他又懂得裡面的文 而且不只是局限於蘇格蘭 英格蘭或愛爾蘭 是整個歐洲 特別是北部 包括維京人的神話 整個神話系統 構成一個網絡之後 他起碼做了一件事 他會寫的書裡面 基本上有一個很強的背景 他不一定要寫出來 但大家的感覺就是 他寫的東西 只不過是他裡面知道的東西 是其中一個點滴 所以你看《Law of the Rings》 或者你看《Hobbit》 不斷有這個感覺 這是一個世界 這個不只是一本書 他裡面做到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就是 在看什麼地方 就是 你看開頭的時候 它有地圖 這個就是 Middle-Earth 這個是他自己畫的 中土世界 你看任何《Hobbit》的書 如果沒有這個 其實那本書一定會有些問題 因為出版的時候 其實是問了他 你懂不懂畫畫裡面的 知道是被人不了解 他的位置分佈 他就說 書我懂得寫 但畫了一些圖出來 如果讓讀者看到的感覺 就是知道作者不懂畫畫 但是那個出版社仍然會照用 裡面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文字 因為你看這個地圖上面 其實還有文字 這些文字是他自己量度出來的 所以兩樣加起來 就是第一件事 有一個神話系統 不是三樣 第一個語言系統 這個語言系統的意思就是 什麼人是說什麼畫 這些畫全部是有根有據 有理由是這麼說的 潮州畫就是潮州人 對 因為他之所以說這個畫 因為他近水 他之所以說這個畫 是因為他在山上生活 他之所以說這個畫 因為他是精靈 避陰會比較重 或者怎樣也有分別 對 第三件事是什麼呢 第三件事就是 整本書是有地圖的 即是有一個作者 已經在了言心中 空中的一個完整的世界裏面 他只不過說 今天我只要寫這段文章 我在這裡就拿一些東西出來寫 如果我今天要寫另一件東西 我沒有寫的東西 讀者其實可以了解到 就是後面的作者不寫的東西 你如果有足夠的知識 有足夠的條件 是可以跟他撼出來的 找到他出來的 這個 中國的環珠樓主 即是淑山劍下 他也是這樣 他自己整個地圖出來 拆了一些旗 所以你可以想想 為什麼他這兩個人 可以寫旗可以寫這麼多東西出來 你叫我寫 你叫我吐這個十萬字出來 我都騙了 但在他來說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就是說 好像那個世界不是他們自己的想像 而是那個世界已經客觀地存在 就等於現在我進入這間房間 我不需要想像這間房間是怎樣 我只能看到什麼 我就寫什麼 這就給了讀者一般的感覺 還有一個關鍵 不知道會不會相近 我們看到托金 除了坐樹之外 他也經常拿著煙斗 但是煙斗裡的煙草 不知道有沒有大麻 也應該有 因為《環珠樓珠》也很出名 很多時候他寫這些文章 他不堆就寫不到 堆鴉片 堆鴉片 已經人所皆知 但是當他一直在寫的時候 他可以一次過一寫 可以寫到三四萬字 很快就寫出來 差不多當年的一集 就可以一落筆寫出來 很厲害 他那些差不多可以說什麼 就不用改 但是我看作者的傳記 他其實是改了很多次 他要整天修改 甚至去了證據 到印刷廠之後 再收拾 所以形成一個問題是怎樣 很多書寫了很長時間 但是《哈比仁》這本書 其實是他最早的著作 順序是適合的 因為現在這個前傳是他最早寫的 《哈比仁》 不是《哈比仁》 《哈比仁》 《哈比仁》成了名之後 很多人喜歡看之後 接著出版社會一直在討論他 他一直在討論他 他一直在討論他 但他一直在討論他 十多年後才寫過 這本書出品的過程 其實也是很傳奇 傳奇到是什麼 就是他不是打算寫這本書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天 他改捐的時候 就是學生學卷 他寫了一句字在學生學卷上面 這句說話是什麼呢 原文是什麼呢 In a hole in the ground there live a Hobbit 這個事實上就是 《哈比仁》這本書的第一句 開頭 開頭的一句 這個就是 Triple One An Unexpected Party In a hole In a hole In a hole in the ground there lived a hobbit 這個是他自己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有一天 開了這句 就開了這句出來 於是看到Hobbit裡面 有很多洞 聽說現在Peter Jackson在拍攝的時候 要出偉人的軍 就是把洞洞挖出來 這句一定跟師傅很有關係 抗工 說出來 寄俗那些也是抗工 一般寫一句傳記 就沒有這麼說法 但是這個是紀圖的發明 所以我就… 發現 發現 我不敢說 震靈感 但他對地下很有興趣 這個一寫的時候 其實沒有打算出版 有一個手稿 然後就給了一個學生看 給了一個學生看 那個學生剛剛認識 一個出版社的員工 然後就給了一個員工 我不知道當時是怎樣 按照他的手稿 就沒有覆蓋的 如果不見了就很麻煩 但還是給了一個員工 那員工就拿回給老闆 老闆去看看 為什麼老闆就不看 老闆叫十歲的兒子看 因為這本書是給小孩子看的 老闆就說 我看也不太適合路數 譬如讓兒子看 看可不可以 兒子是十歲的 我想今天 如果香港的中學生 不要說我看少他們 看前第一個書 我想都會放棄 也很辛苦 大學生可能都未必可以 可能只是看了第一句 然後就好 然後關鍵 因為那些字不淺 那些字不淺 如果你真的給十幾二十歲的學生看 我想今天看不可以 但是就給一個 十歲的小朋友 老闆的兒子 George & Unwin的兒子看 兒子說可以 這本書可以 所以老闆就跟他出版了 只有十歲的兒子 對 但是這就是現在說出來的 變了傳奇 傳奇 這裡我也找到台長的版本 有一個新版本 有人找到原版封面 Hubby的原版封面 還有那個地圖 原裝版的那個 在那邊 是 這個 這是原裝版的 但是旁邊看 這是地圖 這個地圖 是他自己寫的 很厲害 沒有 他們全部都是 好像山學經一樣 對 那個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神話世界 但是這個 所謂完整的神話世界 究竟他自己本身有沒有其他的影響 又或者最重要的事情 這個神話世界跟我們現實 我們考古裡面 我們看到的真實的世界 有一個什麼關係呢 即中土在哪裡呢 對 第四節回來我再說